East Studio 宜靜到底 歡迎收看East Studio 宜靜到底 我是主持人鄭瑋伯 我是瑪莉 瑪莉每一個月 就是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已經形成大家引頸期盼的一個單元 就有一次有一集我們兩個可以放空 因為來賓都很會講也很會演 而且來賓昨天他就說 為了這個我又測驗沒有稅 我做一疊手卡來 你是說影評界的孫奕貞嗎 對 上次他穿那個 你一直說他是孫奕貞 其實根本沒有 誰說他是孫奕貞 影評界的 對 要對照那個民生動路孔流嗎 不是 因為台灣 台灣女影評人 其實台灣女影評人也不多 對 好 所以說 我們今天還要介紹來賓嗎 他們剛剛已經自動登場了 很熟一家人有沒有 他們已經把自己當 這個當自己家客廳 也就讓我們來歡迎台灣的人氣女影評人 雀雀 大家好 我是雀 好 那接下來呢 大家很熟悉的 Dronx Dronx嗎 Dronx 知名的資深電影影評人 媒體人 跟電影工作者 文字文字哥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相信會收看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 現在對於每一個月的電影資訊 不管是商業電影或者是藝術作品 都有更多的認識了 瑪莉 你現在也應該成為你朋友當中的電影達人了吧 應該說電影預告達人 電影預告達人 因為每次我都是聽很多各式各樣的影片來分享 因為他們一定是很快可以看到 那我們如果沒有像你們就是有一些特殊的管道可以進去 你頭不要一直要不要這樣子 我們這種死老百姓就只能上映 也不知道有沒有空去看 就是我們只能看預告 所以我就看到很多預告 後來發現實際上映想說 蛤 現在才上喔 多久之前我就聽他們講過了 對 但我要強調的就是說 其實專業的影評人呢 他除了要有這些電影的知識之外 其實他也是花著他的時間去幫我們先去篩選跟消化 然後返除一些電影的資訊 然後要寫文章拍影片 對 因為好的電影有 能夠讓大家有期待感 但是壞的電影就讓他們去看 那就是他們的職業傷害 然後告訴我們不要看就好了 好可憐喔 真的可以講不要看嗎 蛤 你會有很多種方法 沒有吧 電影就很主觀啊 如果你跟我品味一樣 我覺得不要看 你一定會有很大的餐和好價值啊 首先我就要先問兩位的這個專業來賓 從動畫變成真人電影 其實好像是好萊塢乃至於迪士尼 現在最新的一種煉金術跟套路對不對 對 每個家庭都必須為一個人 去戰鬥 祖父母 請保護她 你叫什麼名字? 戰士嗎? 華俊! 華俊! 我們會把你們的男人 從每一個人 對 花木蘭她其實在從開拍的時候 從選角開始呢 其實就開始有很多的關注跟討論 其實我們常常在這個就是影評朋友們之間開玩笑 當初就說其實Casting就是交給胡婷婷就好啦 真的 很多人在開玩笑說 沒有胡婷婷我不看這樣 這句話沒有傳到當地的Casting那邊去嗎 可是回過頭來 為什麼最後就是劉亦菲勝出了呢 因為這其實跟她過去可能小龍女形象有點空靈不一樣 因為這次真的又要打了 而且這個代富出征 還是很英勇的一個女性 還是因為她就是還有整個大華語市場的商業考量 可能對於迪士尼跟對於這些Studio來講 這是更大的一個考量點 我覺得一定是 因為他們算說迪士尼是比較公開說 這是從千萬人的那個海選裡面 選出我們的劉亦菲 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在21世紀初啊 劉亦菲算是一個 我覺得這是施奶吉的光靠顏值就大紅 出於你的不染那種叫 對 真的不用擺表情 她只要出現在那邊 大家覺得好美喔 然後就愛上她 文字哥你有滿足的表情跟笑容嗎 其實我比較想好奇的是 我相信這個角色應該很多華人女性都強行 那個我想問瑋伯跟你的好朋友冰冰有沒有去 冰冰 裡面有那個有沒有去Casting 哪一個冰 哪一個冰 當然是你的最好的那個朋友啊 金馬以後那一個 我在想 李冰冰應該是演花木來了姐姐了吧 其實年紀很殘酷 劉亦菲演的時候也30 所以 但我相信我覺得啦 就我個人來講其實 這冰冰啊或誰其實 幾位一線的華人女星 其實因為大家在台灣或是在大陸 其實華人世界的武俠片 我覺得動作指導都很厲害 可以讓那些人打得很漂亮很美 我相信不管哪個女星來演其實 都能夠滿足我們的 要成為厲害的 我覺得其實本身這個IP 其實他就已經是一個滿足全世界華人的一個 期許的一個騙子 女主角大家買單好了 但是我看到那個預告我想說 欸是我太久沒有看花木蘭 沒有附近他的故事嗎 因為開場 開場10秒鐘有個女巫出來 我就按了暫停 然後就想說 這是哪一個角色 女巫 哇 然後我就 以前 功力 對 然後他有那個霸氣跟理所當然的存在 然後就讓我自我懷疑 就是我小時候看過這部片嗎 這樣 對他的故事 真的還是花木蘭嗎 其實他是已經 又做了在某種程度的改編 因為你知道 傳統的好萊塢的 這所謂的公主電影 或者是公主題材 公主一定要對抗女巫 是不是 白雪公主要對抗巫婆 對 灰姑娘要對抗女巫巫婆 對 其實基本上公主一定要有一個 你知道 女人對抗女人的一個故事 就是年輕的女人對抗年老的女人 對 尤其是女性 我覺得女性電影當道的關係 如果女性對抗男性 那一天到晚那邊對抗父權很無聊 但是如果女性對抗女性的話 他就會有一個就是在父權餘毒之下 被建立起來的女性的權威 我要跟你調整一下 不是父權餘毒 是因為現在男性沒有power 所以他不需要再對抗女性 男竹腳去哪 以翔嗎 以翔不見了 我沒有聽過一個傳統的故事 其實就是男主角是可以不見的 沒有他其實換了一個人 迪士尼的說法是說 他其實現在 不要讓他跟大將軍談戀愛 就是讓他變成小兵之間 所以小兵之間就會有 比較合理的出現 就是同袍一起去洗澡的畫面 就同袍有一個趣事發生這樣 對對對 你就看到男女共癒 啊沒有啦 好 李翔這一題結束之後 你告訴我慕虛龍 慕虛龍變成鳳凰了 進化 慕虛龍是可以變身 改變很多變身變鳳凰了 進化 沒有叫龍變鳳嘛 其實也蠻合理的 神奇寶貝進化的概念 所以他的角色是一樣 只是他外型變鳳凰 也不是一樣 因為慕虛龍以前是會講話會那個 但鳳凰變成這個守護獸的概念 其實那出生的動畫的時候 慕虛龍他不小心打破了那個神獸 就是那個李家宗慈要去 花家的宗慈要去拜的 要去守護花木蘭那個 所以慕虛龍只好就是代替那個神獸去 然後現在就是變成 直接變成那個鳳凰 就是那個神獸的概念 去來守護 那鳳凰幽默嗎 目前我們看到預告 他還沒有講話 所以不太會講話 沒有人知道鳳凰的個性是什麼 但我覺得還蠻厲害的是說 其實這次幾個 除了女主角劉亦菲之外 其實他幾個旁邊的配角 其實也都是華人熟悉的群星 很厲害 例如說剛剛講巫婆 邪後的巫婆是巩俐 她好適合演巫婆 你想想她從《異記回憶錄》裡面的時候 演那個對抗小百合 張子儀的老的異記 對啊 所以其實這次如果 那個花木蘭找張子儀其實還蠻適合的 有點繼續 異記很絕 你說不買單 你這個表情 這是口雷彎 母里母里 然後皇帝是李連結 然後我們偉大的那個宇宙 宇宙曾子丹來當那個 那個將軍元帥 教他一生無異的那個 師父 不同年代對不對 從動畫 然後到了現代 然後這個裡面的這個女生的角色 跟以前不一樣 甚至連導演都找女導演來了 所以她整個呈現的觀點 就不會那麼的傳統 而且是 又是女力崛起了 對 每次都這樣講 但我有個問題 如果是女力崛起 就是對於女生會喜歡的美感 應該會方向比較一致 因為我看預告裡面有螢幕 我不知道為什麼花木蘭畫了一個大圈妝 你說相親妝的嗎 那個妝我不行 那是相親妝嗎 其實我去找 我還為了這件事情查了一下 因為那個花木蘭是北魏 但是其實我們看 照看這樣 那個就是一個盛唐時期的 一個很圈妝的東西 所以照理來說應該早了兩三百年 穿越了 不應該最負責性 但是因為我們都知道 唐文化對於全世界的影響 來自於整個日本文化 其實都是承襲了整個唐朝的文化的一些精髓 所以我覺得對於西方的人來說 他們很不可惡意的就會覺得 他們就是想要把這個東西 就是華人那個時代 只要古代華人就應該長這個樣子 但是對我來說其實花木蘭 你剛剛講北魏 其實花木蘭我們在做歷史考驗的時候 其實他有幾個傳說的出處 因為歷史上真的沒有所謂的 他是誰在哪邊的這個 一個紀錄這樣子 所以對我來講 我反而會覺得說 中國明天傳說 類似 其實他就好像我們在看英國的 英國的歷史文化 有一個叫亞瑟王 很有名 原作武士 他可以存在任何時代 對因為對於英國人來講 那也是一個歷史傳說的人物 因為你找不到在歷史 正史上面誰是亞瑟王 誰是原作武士 他其實大概也就是一個 中世紀的時代 所以我們在看他們拍亞瑟王的故事 我們也很難去考慮說 他的穿的衣服對不對 他的打扮對不對 他的武器對不對 因為你要去做那種考慮的時候 就會陷入歷史的迷思 所以你現在是指定 指色他就是在歷史的某個時段 我覺得大家不如放開一個比較 open-minded的 對 因為好來不再改編這種 傳說故事的時候 他只要不是拍所謂歷史傳記片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用比較open的方式去看 因為他一定是把英國 例如說亞瑟王就是把英國文化做一種整合 或者是歐洲文化做一種整合 中世紀的文化 那他在改編畫木蘭 其實也就是把所謂的華人文化做一個整合 那只要不要太誇張 例如說他穿成青草的衣服 那我覺得我都可以接受 綁著辮子 對 謝謝兩位 我現在已經完全解開 我看了兩分半 花木蘭預告的200個問題了 我現在可以放很 釋懷嗎 對我現在放很寬的心 我可以去看花木蘭 但我倒是覺得 這位導演 剛剛有稍微提到 尼吉卡羅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厲害的導演 為什麼會找他來拍 因為他歷來拍的片子 剛好有幾個元素 跟花木蘭其實有關係 例如他成名的所謂的驚奇士 他其實把一個很年輕的 大概十幾歲的女孩 一個紐西蘭女孩 捧上了入圍奧斯卡的一個光環的幅座 那時候很年輕13歲 對 是因為南方野獸肉園打破了他的 對他已經先打破 結果後來才被人家打破 所以你看他就很厲害 然後 而且那部片後來還得獎了 英國奧斯卡影藝學院的兒童最佳電影 對 他打敗了當時的那個 哈利波特跟魔戒喔 哇 你就知道他多麼擅長 把這種 老少嫌疑的題材拍得非常好看 而且又是 他拍的又是當紐西蘭原住民的故事 所以你看他拍東方 是不是很 所謂的 容易去接納這樣的題材 而且我覺得 他寧西蘭超厲害的 就是他還有另外兩部片是 一個是叫做對抗性侵犯 其實他 其實那部片是 北國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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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女性電影的題材 其實他早就已經碰觸了 而且那部片又讓 沙利賽龍入圍奧斯卡 對 他真的很會捧 他不會懷疑 他就是一個很會拍 你說要把劉亦菲捧進奧斯卡 但是這個導演是真的很厲害 而且他其實 就我們看花木蘭其實有一些戰爭或動作戲 其實他可以take care 因為他有拍過夢想樂樂樂隊 他有拍過運動片 OK 所以其實他奇幻女性 還有甚至大場面的東西 他都碰過了 其實剛好女主角 他有幾個場面 其實是又美又帥的 對 你看後空翻 然後髮絲這樣 然後慢動作 好美齁 極盡女性柔美的 那個剛強生能性 你知道當初我帶一根玉米進去看 壓力好大 就 連玉米這麼沒有聲音 很玉米沒聲音耶 可是你就是咬 被他那個 安靜 因為這部片就是你不能發出聲音嘛 它是一個世界末日的感覺 你發出聲音就有怪出來聲音 你就是guilty 因為在這個音速小子當中呢 音速小子事件 音速小子事件就是因為預告片 不如預期馬上回來進場重修重改 花木來好像也發生了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比較 我覺得有點羅生門 因為好萊塢常常會有所謂的補拍 對 試拍 這是常態 對對對 對他們可能有些做一些微調 那只是微調的程度好不好 這個你就要說實話 因為你是電影工作者啊 常常都會講說試拍補拍 往往跟真實 我是不是因為很慘的 要講究這個概念 那只是跟事實上面來講 用一個美化的遲照 現在大家都在傳說說 有人說你們花了四個月重拍 但是有人他們就出來說 其實只是兩個禮拜而已 對 所以就很難 但是如果今天他第一部預告的東西 例如說很大麻慘的那種福建土樓 怎麼會出現在那種東西 明顯的錯誤嗎 對那種就是如果你在正片裡面沒看到 那表示他們真的不拍的是挺用力的 但是後來有人說 其實是戰爭場面的加拍 所以就是不知道要真的看的正片 就是大家要進場才去知道說 欸到底是怎麼樣 對啊 大家應該很多人按讚點 想說我先去看一下 你們講的花了 預告到底是怎樣 結果增加了 他預告低版的點擊率 就是相親那種可怕的畫面 跟那個奇怪的福建土樓 對 那接下來下一部片呢 其實我們就不要講話五分鐘就好了 It's okay baby It's okay Yeah What is happening Oh my God 經界 經界 你知道當初我帶一根玉米進去看 壓力好大 就 連玉米這麼沒有聲音 其實肯玉米沒聲音耶 可是你就是咬被他那個 安靜 這部片就是你不能發出聲音嘛 他是一個世界末日的感覺 你發出聲音就有怪獸來吃你 你就是guilty 對然後我就 他完全沈浸式的 他覺得他要是咬下血 我是被那個氛圍壓到不敢吃玉米 這部電影真的心機很重耶 因為其實我們在電影院 最常看到的就是最討厭的 很多人會在旁邊遇到 就是你用塑膠袋 然後會 真的我真的 塑膠袋交出來 我就 不是我啦 我是聽那個網友在那邊說 真的你會很討厭別人在那邊 身邊發聲音 第一集他就賺了3.4億美金 不能說黑馬 但是確實是出乎大家的意料 是黑馬 賣得非常的驚人的好 真的 然後其實你知道他的票房好的時候 可是因為大家不敢吃爆米花 會導致戲院的那個小吃部 對賣爆米花的那個Candy Bar 營收沒有很好 所以你看那個創作人多聰明 對因為我們知道就是 戲院就是靠爆米花賺了很多錢 對 所以這部片第一集的Ending就是 他們不是已經找到了 方法 就是如何殺死那些怪獸嗎 那2他還要幹嘛 所以他就很聰明了 對 就變成另外一種錢賺 沒有啦 時間軸永遠不要往下想 對 有些時候是可以回到前面 我最聰明就是 我可以講以前 教父就是這樣嗎 第二集這樣 對啊 所以他回過頭講 為什麼會有這個 當初這個事件的發生 因為剛剛講 是第八十九天嘛 我現在就拍第一天給你看 這太過分了吧 當初事情發生的起源 對 讓大家重新認識這個家庭 還有這個家庭 之前曾經遇過的一些事情跟人 所以你現在再回去看 先看完未來這集再回去看 那些人都死光了 所以那些人是不群在的人 我可以想像前半段 我應該還是可以吃東西 因為他到一半的時候 是經過日才不能吃東西這樣 感謝他這次的鋪陳 拯救了各影城的 爆米花小師傅 爆米花的消售數量 對 而且叫他們趕快前面先吃光 因為後面還是不能有這個 快吃就要安靜囉 那回過頭來 你看喔 很多的夫妻一起工作 在電影圈也是 這就是所謂職場會議 對有些時候 對 導演跟女演員 古今中外屢見不見 影評人跟女明星 之類的 導演比較多我覺得 影評人跟女明星 對 影評人跟女明星 主持人跟文化局長 哇 所以回過頭來就是講說 他們這個夫妻 導演對不對 然後跟艾蜜莉布朗是這個夫妻 他們這次又有什麼樣的火花 我覺得這個導演其實挺聰明的耶 因為他第一集是零便當了嘛 所以他第二集的預告 大家都好想知道他什麼時候 會不會出來 所以整個預告裡面 沒什麼看到他 哈哈哈哈 我好想知道 他讓大家看到新角色 喜尼莫飛 喜尼莫飛 新角色在裡面是 他是誰 他是 我覺得是一個 有點像是傭兵的 或者是守護著 當初救了他們 或當初教他們 怎麼在這個環境下生存的人 也暫求生存的人 反正因為第一集沒出現 所以第二集他怎麼掰他自己都 但是就要找厲害的演員來演 對 他是受歡迎的 但是我這樣講起來 好像會領便當給他 哈哈哈哈 後面沒有他 第二集沒他 你們產生了另外一種懸念 但我覺得這對夫妻 不能講這對夫妻 我覺得是這位導演 讓我其實很驚艷 因為他以前是演員 但是後來才開始轉 然後他轉得非常成功 就是他可以同時 例如說先從影集 有辦公室風雨 然後到後來其實 有一部片大家可能很意外 海邊的曼車斯特 他是執行製片 他是製片 對 然後當初這個案子的起源 其實是他跟麥特戴蒙 一起發想出來的 所以其實他是一個有才華的人 只是他當初 可能沒有他老婆那麼有名 阿密利布朗 因為穿著Prada惡魔 所以他們當初交往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有點 驚訝的時候 他們怎麼會在一起 但是他們就說因為愛情 因為女生懂得男生是才子 只是大家沒看習慣 女生都很會試人的 對 他們說他們當初 在一個餐廳裡面就巧暈 一眼就看到對方就 本來兩邊都想說 我要單身這樣 就看到對方就放棄單身 那種 騙人 我要講的就是 故事一定是騙人 也長中 故事人家是這樣講的 但應該是自己掰的 為了電影鋪錄 他接受那些 你知道史上達成就這樣說 他就說看到他就 哇 放棄單身的慾望 決定那就 而且那時候他還沒有 沒有他那麼有名氣 然後而且他們當 在交往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就有一個 約定三章那樣就是說 我們之間不要 不要把彼此的那種地位 什麼拿來討 不要不能介入他們的感情 婚姻之中這樣子 瑪莉 一眼瞬間的戀情 我要等你帶我去一間餐廳啊 好好好 我們以後有機會 就找你讓你產生 一眼瞬間的情侯 電影圈真的是可以的嗎 結果整間餐廳叫文治哥 坐在那邊 我幫你介紹 對 文治哥 拜託文治哥 所以我們講到 艾蜜莉布朗特 他其實是在近年來講 非常優秀的演員 從穿著Prada的惡魔 是刻薄的女助理 讓大家差點都忘了 小安 安海色輝 因為他很搶戲 他真的挺差 然後京介 他也拿下了演員工會的 這家女配角 對 其實他這幾年 我覺得等他等得挺辛苦 因為Prada的惡魔其實 那時候已經 大家都很注意他 但其實他一直到了2014 那時候 因為阿湯哥的關係 明日邊界一直死一直回來 就是突然變成一個 全世界都覺得說 你是女衣的那種咖 對 他是你就覺得他是一個很TOP GIRL 這樣子 然後只是說 那他什麼時候會 那你就不知道 只是說後面到了哪一部戲 對了之後 然後才會出來 果然還好後來就出來了 對 因為其實除了那個 怒火邊界 對怒火邊界真的是超棒 很適合你所謂的他的行 終於等到了 對 有一些演員就是他特別 可以駕馭某些別人 不可以取代他的那種角色 不是那種金髮美女 每個人都可以的 他就是這樣的人 所以要很好的劇本 不要去跟那一票人在紅海裡面去滋殺 對 而且很容易被淘汰掉 對 那就可以很久很久 可是他演Merry Popping的時候 我有嚇到 就是知道他滋殺 他演的時候 雖然很開心 我就 Merry Popping 哈哈哈哈 就是叫著雨傘 然後 但是因為他那種 傲氣 那種像貴婦一樣的 那種保姆的姿態 我覺得還是有 演出另外一種味道 我只不要壓抑他推卻了漫威的電影 對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有想法的人 對 然後他老公差一點演美國隊長 哈哈哈哈 真的真的嗎 對對對 他後來敗給了那個 那個克里斯一版 對 對 回過頭來你看 好多小道消息了 是不是 就是需要這些人 真的 再來就是 那個 艾瑪了 90年代有 艾瑪姑娘要出嫁 到了這一個世代的艾瑪會長成什麼樣子 欸 老實說他的樣子就是印象深刻 可是 這一段話好像在哪裡講過 但他名字就是很難記 他的名字超難記 我到現在為止 可是他的 他的長 艾亞 艾亞太樂喬伊 艾亞太樂喬伊 他其實長得非常有特色 你一看就知道是他 我覺得他很有靈氣耶 其實我自己喜歡他的原因是 我覺得他就是 美國的 莎夏羅南 然後剛好 莎夏羅南又演 他們是 對 是減奧斯汀的 嗯 然後但是那個故事就是 他小婦人跟那個 我們的艾瑪是十個 其實這兩個作者 他們其實相差了 就是有一個年代的差距 五六十年這樣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那個 差距就是 艾瑪是更知淺的故事 所以你會顯而易見很多女性 她會受到更多的社會壓力的束縛 要去追求 或者是更受困在那個 科救裡面 所以 去對照說他跟色夏羅南 我覺得我自己啊 會覺得他們兩個都是很有理解 而且他們兩個其實 就差很少耶 兩三歲而已 所以其實是另外一個我覺得 是美國的一個明日之星 而且他有一種 陰玉的感覺 他有一種詭譎的 氣息 我是一直覺得 他是長得比較漂亮的 碧玉啊 這到底是 這到底是稱讚 是不是包還是扁 我是在扁碧玉嗎 還是在稱讚他 我的碧玉 你好酸喔 文字 摸不透你 但是碧玉是一個很厲害的人啊 對啊 某種神秘的靈氣啊 對 所以你對於他這種 給大家形象來詮釋愛玉 你覺得是OK的 就他絕對是 可以顛覆以往 我們對於愛玉的想像 可是因為其實愛玉 他是一個很經典的IP 所以他在翻拍 我們也看過獨頂風騷 像YA片藝人 他還去演的那一部 其實那個時候就已經 很努力的把這種 好幾百年前的那種經典 現代化 對 現代化然後重新顛覆 去講一個女生 如果她是在一個 很養尊儲優的生長環境裡面 就是她的 她的友情 不是她的過錯的話 那她要怎麼樣自我追求到 人生的理想 然後她 所以其實這樣子 你再去追照安芽 她在演的時候 她可能其實 早就已經有很多的人 幫她鋪路 她其實就比較不受限 就是如果你要演成這樣 都可以 然後現在的女性觀眾 其實也相對比較open minded 所以其實我個人會因為 真的是安芽去演 我就會想看 但我覺得這種片 是不是 如果說觀眾是女生的話 要講 女生的歸屬的話 我覺得對方對象 就是那個男生 會不會是一個重要吧 你們要看你們 對啊 大家都是要看甜茶 對不對 那你說以前的愛馬 他至少有 一望麥推格 然後獨領風騷 其實有 羽人 年輕的時候 年輕的羽人 小聲挺可愛的 對啊 所以這一集的男生 我其實比較好奇 我好像沒有特別看到 雙人的 目前我們沒有看到 所以我覺得 我一定會聚焦在 她自己安芽泰特小椅上面 你平常你如果你是熱血青年知識 你當然待在裡面沒問題 但是今天如果你結婚生小孩了 然後那邊所有醫療資源 匱乏 連物資都匱乏 你對得起你的小孩嗎 那我也哭了 這爆哏了 爆雷 爆雷 我跟妳講 妳去看現場 我現在看了兩遍 我再去想這個畫面 我都覺得我都很想哭 回過頭來另外一個題材 是迥然不同的 就是親愛的沙瑪 就是她其實並不是一個非常大製作大規模 或者是多厲害的排場 她只是很具實的把戰爭現場 就是廢墟的一個城市 阿勒波拍給你看 然後一個女生在裡面 她是已經是 有點像是十月圍城的概念 已經被被執政者給封閉了 然後那些人全部都要逃掉 但是有些人就是例如說民主鬥刺 或者是公民記者自詩的那些人 他們會覺得說他們有義務獲得 他們就是為什麼 我就是可以待在這裡 為什麼我不能待 所以他們就是死待在那邊 但是 你平常如果你是熱血青年知識 你當然待在裡面沒問題 但是今天如果 你結婚生小孩了 然後那邊所有醫療資源 匱乏 連物資都匱乏 你對得起你的小孩嗎 你要讓你的小孩子在 那個戰亂的城市裡面成長嗎 所以它其實是去觸碰了一個就是 你的家鄉是你的家鄉 但是你不能待 你被逼迫 就是整個執政者叫你一定要離開 但是你就覺得憑什麼這我的土地我要待啊 但你被趕走的那個心情 然後最後你會因為妥協原因 你想要讓你的小孩子活著 那個baby才剛出生 所以其實這部片 其實它已經拿到英國 就是已經在2月4號的時候 就已經拿到英國的那個 影藝學會的那個最佳紀錄片獎了 然後因為它這部片拍了5年 才簡稱 所以呢 它生小孩的那一年啊其實 就差不多結束了 什麼 什麼 啊 所以他小孩子帶來領獎已經4歲了 喔 你看那個小孩子都快哭了 還活著 所以你不是看電影哭 是看到斑鳥的時候 沒有因為其實那部電影紀錄片裡面 還有一個就是必哭的橋段就是 因為他老公是醫生 然後他們就是在那邊解救很多人 然後有一個孕婦已經被轟炸了 然後孕婦都快死了 然後已經要領盆了 然後那個醫生就趕快把那個小孩子 拉出來 基本上是死胎了 嗯 瘋狂的拍他 然後在那邊幫他急救 然後當我們全世界人都陷入絕望的時候 那個小孩子哭了 那我也哭了 這爆哏了 爆雷 就很好笑 我跟你講你去看現場 你還是我 現在看了兩遍 我再去想這個畫面 我都覺得我都很想哭 就是你看現場是之震撼 其實畫面不怎麼樣 什麼都不怎麼樣 他是聚習的把一個紀錄片裡面 就是我們看不到的戰爭的地方 拍給你看 而且是真實 翠翠是要哭了嗎 他的眼眶已經泛紅了 就是生過小孩的人 然後覺得哇天啊 這個真的是很可怕 老實在說戰爭 他對我們後代會有什麼影響 或者是我們為什麼要阻止戰爭的發生 因為我們希望我們下一代 可以在一個比較安穩的環境裡面 所以其實紀錄片的這個意義是在這裡 我覺得戰爭其實如果把 戰爭的殘兔跟對照剛出生新生兒的那種脆弱 純潔 做對照期 無罪的那種東西 其實是最強的 1917也有這麼一段情緒 1917也是這樣 其實男主角在逃亡過程中 逃到一個法國女孩 算是法國吧 一個女孩躲在地下室 地下室 然後在那個女孩旁邊就有一個嬰兒 不是他的小孩 是他路上救的 然後兩個人就為了救那個小孩 讓他有活 又把他們的東西拿出來 奇蹟的牛奶 那個真的超奇蹟的 原來前面的哏是這個 對啊我覺得超扯的 那個時候突然你會覺得 哇太棒了 這個上帝的安排啊 對 撲窮了那麼久的哏 在前面終於又到後面 他說為什麼要裝在那邊 所以你看喔 就是紀錄片他的真實是在這邊 而且在這一次奧斯卡的紀錄片當中 導演的性別非常有趣 女性嗎 對 五位當中有思維 然後有窘益於這個在最佳導演項目 新色的都是男生 你會發現好像女性導演跟創作者 在紀錄真實這一塊跟刻畫 其實有他的這個才華跟表現 對我其實之前剛好跟文天翔老師 有討論過這一題 就是在紀錄片的方面啊 其實女性的題材 女性的議題 還有甚至是女性的創作者 都比較容易會被這個世界上看見 但是反而在比較正式的電影殿堂 有電影獎裡面呢 女性的作品或女性的議題的故事 常常會被影展視為說 即便像柏林在2020年他發出了5050 就是他說 全世界的影人的比例 性別比例要達到一個平衡5050 他們希望這樣 但是呢他們最後的那個得獎 跟那個入圍的篩獎結果 他們就會有一個質疑的聲音說 就是女性保障名額 女性的作品就不夠好 為什麼還可以登錄大堂 但是我覺得女性的紀錄片就是 有突破的這件迷思就是 其實女性的工作者 他們因為其實我們老實說 很多的東西都已經賣了男性100年了 女性正在努力的追得上 我正要講的就是說 如果在100年之後 再來個5050的時候 就會不一樣 就可以了 因為女性現在正在學習 但是女性在探索議題的方面的時候 是很生猛的 其實他們是有sense 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或者是挖掘出這些意見 其實是更狠的 就是拍得不夠好而已 但是他們那是技術問題而已 那個就是 過幾年學幾年就可以克服 例如說新海誠 他就說 他是想要當動畫師的時候 他才去學畫畫的 因為他本來是文學部的人 也就是說他就是 他曾經來金馬演講的時候 他就講說 他覺得如果你想要做一件事情 你就是先意念有到那邊之後 你再去學技術 因為原創永遠是最可貴的 然後技術是可以跟進的 我覺得女性電影跟女性題材 甚至是女性引人 發揮在紀錄片的領域上 就是發生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全世界都知道說 其實女性很多東西很好 但是他還不夠就是可以 就是例如說 攝影弄到1917 這樣一鏡到底 或者是弄到就是演技啊 或者是所有的那個調度東西 但是其實女性的創作者 都知道這件事情 他們正在努力的路上了 所以我覺得是指日可待的 而且搞不好 我覺得真的不用一百年 因為這個CM的速度是更快的 對啊 另外就是這個皮克斯的動畫 皮克斯的動畫 往往都能夠創造出 大家都喜歡 新的一種意念 而他這個背後呢 不管是故事的發想 還有他的這個現身的人 都是許多的話題 在二分之一的魔法當中 我覺得皮克斯也很聰明啦 他找來了一個人氣新星 就是蜘蛛人 年輕一代的小蜘蛛 他母霍蘭德 然後來現身 然後他當然也有找了 老的像星爵這一種 對不對 演星爵 來陪 對 好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故事 我覺得他很像是一個 藍色小精靈版本的史瑞克 去了那個 哈利波特的魔法學院 藍色小精靈版本的史瑞克 去了哈利波特的 這什麼故事啊 就是 他就是因為畫風 你就是一個大鼻子 然後有點像是史瑞克 藍色小精靈的MIX版 但是他們是人類 就是他們長的就是 綠色大精靈 對 但是他們是人類 就是沒有藍色也沒有綠色 但是就是長得像史瑞克 加藍色小精靈 想得出來他們的長相嗎 人類 他是一對兄弟 然後在他弟弟成年禮的時候 拿到了一個 他爸爸以前留下來給他的禮物 一個魔杖這樣子 耶 就換用 然後他們就想說 有一個禮物有個交代說 他們找到一個魔法 可以讓他爸爸回來一天 就是死而復生一天的時間 所以他們就很高興 但是魔法在那個時候已經失傳了 所以他們的魔法就不完全 就變出來的爸爸只有半身 一半 你是說上下一半是左右一半 下面一半 只要下面一半 只看到腳跟屁股 只可以看到爸爸 上半身看不到 所以他們就要去重新尋找 那個魔法的完整版 然後把他爸爸變出來 那個完整的整體這樣 太搞笑了吧 對 所以這個故事就在講他們 如何去把那個東西重新找到這樣 那比較有趣我覺得是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也有點像 動物方程式的感覺 其實他們就是在講說 魔法的世界 魔界我們都想說 所有的各種神奇的怪物 或者是有精靈有矮人有什麼東西 我們就想像是魔界好了 魔界的世界變成了現代 但是那些人都失去了魔法 魔法不完全 那他們過著現代的生活 有車子有高樓大廈什麼都有 但是沒有魔法了 他們要去重新尋找魔法的冒險過程這樣 對 你這個形容還滿容易讓人家 接受跟理解 就是好像現代人都會嚮往一個魔法 對 只是好像又不完全 就是有點像我們變魔術 但是不知道他是真的還是假 這樣配起來就覺得小蜘蛛人 真的很適合配那個亂玩的弟弟 亂弄 這部電影是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剛好你也喜歡我 我跟韋伯兩個都沒有辦法講出這個片 會被網友罵嗎 男生如果他是去現場買票的話 會很尷尬 趁機跟女抽票員告白 好浪漫喔 校園青春愛情片 然後甚至是從這個小說改編了 好像近來也成為台灣電影 乃至於華語電影的一種 怎麼講 商業模式 這部電影不管是從書名開始 然後到電影 我覺得觀察他的書名下 就是很多人會買單 可不可以你也跟他喜歡我 關於愛情 你只能很努力 不是努力讓他來愛你 而是努力讓自己無愧於心 明明再走一步就要踩空掉下懸崖 他還像白痴一樣看著天空 偏偏喜歡這個愚人的就是我 我跟韋伯兩個都沒有辦法講出這個片 會被網友罵喔 男生如果他是去現場買票的話 會很尷尬 趁機跟女抽票員告白 好浪漫喔 4點20分 可不可以 5點20分那一場 你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 哇 真的好適合 他就中間在旁邊 就很冷漠的回應 走到旁邊要配小可 好這是一個怎麼樣的片子 而且好像陳瑜在裡面 有一個非常精彩的演出 因為陳瑜在2017年 戀愛沙塵暴為大家所就是 好像平地一聲雷的這種感覺 真的喔 我真的是因為這樣喜歡 許光漢跟陳瑜 許光漢 不要講一下許光漢 好你這個光漢腦殘粉 真的我是要遇到光漢 我是狂醬怕 那接下來 他就在這個 我們娛樂的距離當中的 李大師 李大師 讓更多的人認識他了 而且算是演技大爆發 回過頭來 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 也喜歡我 他的表現是什麼 每個人都講一遍啊 文治哥 這部電影是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剛好你也喜歡我 我覺得這個真的只能兩個人 偷偷的在一起的時候 才能講這句話 不要在大家面前講 有點害羞 所以劇情就是如片名那種感覺嗎 等一下 等一下 李住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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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住郎 李住郎 你在裡面 等一下 你從來不了解 其實他那個故事很顯然 我覺得 就是工具人的一個 逆轉 就是有男生的工具人 跟女生的工具人的密室 然後 那個女生暗戀了一個男生 然後他就很會算塔羅牌 他還算說某個時間的某個地點 這個時候 告白的成功率百分之高啊 他就想說好 那我要去 然後帶了那個他喜歡的男生 結果在那個moment 他這樣要告白的時候 那個男生跟別人告白了 所以陳瑜在那個時候 要跟曹宥寧告白 對 然後曹宥寧那個時候 跟林映偉告白 是是然後他就跟林映偉 變成林映偉的工具人了 然後所以就是 一個女生喜歡那個男生 那個男生 變那個女生的工具人 所以那個女生只要當那個男生的工具人 就是工具人的人型無功嘛 好帥 但我覺得我比較有一點質疑啦 曹宥寧太帥了 他當工具人像嗎 帥到有一點 他像工具人嗎 他不會是工具人吧 為什麼這句話 從文治哥的嘴巴裡面講出來 特別有感觸 工具人 就是像我這一種 我猜是工具啦 沒有啦 我猜到 那又還是有這種天真的感覺啊 就是還沒有被磨練過的小男孩這樣子 去年李淳主演的那部 憑你很久很久 其實他也是一個工具人的故事 他比較像工具人 對不對 欸這句話他可能不聽聽到也會開心 就你剛剛的說法 曹宥寧笑 沒有怎麼演得更像工具人呢 這是演技的肯定啊 怎麼不會開心呢 好啦 非典型帥哥 跟典型帥哥的差別 對 你要放棄你自己 那是你的權利 但我絕對不會放棄你 你覺得我們是不同世界的人 沒關係啊 我可以去你的世界 保護我嗎 你是我的 對我交男朋友了 所以麻煩一和跟我保持距離 因為我不想讓一技誤會 更不想讓我的男朋友誤壞 林應偉呢 可能大家會不會對她比較陌生一點 我覺得林應偉真的是一個 還蠻值得期待的一個 我看到她有時候我會想到去年的 最佳女配角的這樣 她那個入圍的 姚姨琦 就是那一種類型 而且她剛好在公司的那個 似乘相似裡面 她演台語片 你會發現她其實真的會演 她演女女也都OK 她演戀愛也可以 她演那種很A的女生也可以 所以其實她的細度是很廣的 值得期待 那另外一部呢 就是你會發現 原來她是個全才型的藝人 阿肯 把一些她當初剛入行的一些橋段 怎麼被馮凱導演罵啊 來準備 來蹦低一點 來再低一點 蹦再低一點 乖再低一點 不要怕 白癡啊 所以其實這一行是很險惡的 你要對年輕朋友好一點 要報復是不是 哪哪誰知道20年之後 把你寫進劇本裡 對 永垂侵蝕 但這是一個怎麼樣的片 除了阿肯很努力 然後很多笑料 他好多的明星朋友 都來光來通唱 20年來累積的人脈全部用光 一次用完 一次用完 然後如果不賣 賣得好就有下次啊 賣得好大家都下次繼續 所以電愛區她是在講一個 魯蛇 追女生 練習追女生的故事 追魯蛇就是她本人 她是自己主演 然後過程裡面就是 在努力的想方設法 請大家就幫忙一起追 她自己也很努力 我覺得阿肯這個人就是 因為她是哥倫比亞戲劇西畢業的 所以其實她 她名校喔 對而且她有去紐約念過戲劇 她是真的有相關的 她是 她是 所以她是有學術背景的人 學院派的人 對 然後所以有這種理論基礎的人 其實我覺得最期待她的部分 反而是她的執行力 如果真的執行得很好 調度什麼都OK的話 然後反正我覺得她請來那些人 其實也都是底子很夠的 你要明星有明星 然後要娛樂性有娛樂性 對 全都有啊 所以讓我想起的蔡康勇嘛 蛤 所以這可能是某一種範疇 但是還是大家會不會 我還蠻喜歡蔡康勇那部片的 我也喜歡 那部我喜歡 對我也喜歡 就類似像那樣 但是她調性有點不一樣 因為蔡康勇她的那種喜劇 是在女性上面的 那阿肯反而是 男生 弱勢的男生 弱勢男性 又是工具人嗎 是耶 所以這時代的翻轉 女力的覺醒男人 真的是越來越辛苦 沒現在結束 我們都會問來賓說 那今天聊那麼多 兩位最期待的是哪一部呢 我當然是荒木蘭啊 我也是荒木蘭 不用說的 假說的 所以在這一個月 其實我們還是有很多元的電影 能夠提供大家 但是呢 請大家記得 在現在這個時候 你進到電影院當中呢 記得戴口罩 然後把防疫的措施做好 然後去享受這電影裡面的美好 好的 謝謝兩位今天來到我們的節目 分享了這麼多 包含了還有工具人的心情 哈哈哈哈 為了想知道更多相關娛樂資訊 不管在IG 臉書或是Youtube 都可以搜尋我們 E-Studio一鏡到底囉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拜拜 拜拜